高雄有民众前往寿山动物园 发现两只犀牛用犀牛脚在铁板跟树木上 不断的左右绕圈画出了白色刮痕 看似在作画 画面被po上网之后 有网友说犀牛变必卡索 还有人笑称是在报名牌吗 对此原方人员表示犀牛脚像是人类的指甲 需要透过魔脚来塑形 属于是自然的现象 撞出犀牛顶着长长的犀牛脚 在铁板上不断旋转到圈圈 你没看错犀牛不是在进食 也不是在睡觉 而是像画家一样把铁板当画布 看似在创作 往旁边一看 另一只脚比较短的犀牛 也朝着柱子上下滑动 画出一道道白色痕迹 可别以为只有铁板活动区里面的树木 也看似犀牛的创作品 可爱有趣的画面曝光引起讨论 有人说犀牛便必卡索了 是在涂鸦还是报名牌呢 也有人打趣的说 铁组都快磨成绣画针了 不少民众看了也嘖嘖称奇 看似成为艺术家的犀牛 就在高雄寿山动物园 长脚的是36岁母犀牛叫做宝宝 还有短久的十岁公犀牛西齐 两只都属于白犀牛品种 成年的白犀牛重达3000多公斤 是度地上第二体型大的动物 一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进食 喜欢泡在泥浆里面降温 而看似在画画其实也是习性之一 它的成分就跟我们人类的指甲的成分 很像它都是胶蛋白 那其实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指甲长的时候 我们可能必须要修剪 答案揭晓原来犀牛魔脚 不是在创作而是在剪指甲 只能说犀牛的自然生理行为 看在人类眼里多了不同的意义 也意外掀起话题 记者吴宗宣王晨龙高雄报导 居宗宣王晨龙高雄